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从这两天来金正恩秘密访经非常的热闹 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海外跟国内所有有联络的所谓 得到上边有味料的渠道的媒体几乎没有 所有海外的想吃国内的政治饭的媒体 基本上都是被味料的 主动掌握信息的没有 这个大家一会儿说是金正恩 一会儿是金正恩的妹妹 到最后搞不清楚 这个能看得出来 海外的所谓吃国内政治饭的媒体 都是被味料的 另外一个能看得出来 这次的金正恩先生访问中国 这是一个长期的安排的结果 绝不是说两三天就是发生的 这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外界的猜测 和有一些专吃中国饭的所谓政治那些银客们 思想的银客银乱的银客们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判断出来 我们啊必须要务实的 务实的坚决的反盗国贼 同时啊我们还是要坚持 以党反盗 以党反贼的这么个战略 这是真正的 行之有效 务实的战略 那么从这几天呢 因为我都在忙活香港的事情 这个知道了更多的信息 这个香港 这个近可以说一年来 被抓的律师会计师 和在香港被查封的国内的涉案资产 不管是我们的 和被抓捕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 几乎没有人敢言语 而香港上全部都是警察 全出面 警察就是三招 第一查你叫洗钱 第二查你叫非法经营 第三非常清楚 直接就给你绑架 那么所有的这些 过去一年中被绑回大陆 被放回来 都签署了所有的同样的保密书 回来不能面对媒体 不能对外讲 不能和当事人讲 不管是我们的案子 太阳萧建华案子 安邦案子 一堆的案子 上百万个国内被抓的党里面设计到香港的资产 直接倾家 抄家 跟大陆一模一样 就香港的轮选和警察 超出了我们所有人想象的 那过去的伟大的香港的警察形象 完全不存在 而且到了一种黑到了你无法想象的程度 打人骂人 弄虚作家 你比如说把我们的合伙人那个举过脚给丢失 到现在找不着 你给谁说理解 香港的法律 竟然是到法院法官大法官都说你告警察告别 然后我们这几百亿的现金上千亿的资产和股票被查封 而且不仅如此 香港一个完全市场化行为的市场 大家都引以为荣的这种市场 竟然能警告所有的券商 私下跟你谈话警察 你敢买股票就把你抓了 而且警察抓人都是把你家抓进去 这种恐吓跟过去的 就是几十年前 最早这个殖民地以前的时候 那黑帮是一模一样的演的电影 敲你家门 把你老人孩子全吓住 但凡你家人在大陆有坟地呀 清明节上坟屋 好几个律师都是上 很早都没回去过去两年 结果清明节上坟的时候被拦住 找其他理由关个黑屋 关完以后 然后叫你难受痛苦的时候 告诉你不要再给郭文贵和说事情 其他的律师呢 竟然也有和其他涉案人 跟我们没关系的 也是同样待遇 有的人直接进到黑屋 就是一顿乱打 打完你怎么知道 香港就是我们的 你以为不知道你干什么吗 到东莞调娼 要不要跟你老婆说 所以这种简直是恐惧至极 所以香港的警察现在黑帮化 香港的政府已经彻彻底底的 已经超过了我们大陆盗国贼的这种黑帮手段 香港的轮选超顺的想象 我也知道 另外一面就香港的富豪 无人不把钱捐走的 能走的全走 香港现在除了大陆的这种情报资产和国营资产 基本上是一空港 这个让我也非常之惊讶 从这件事上也看出了文贵的 对这个事情和政治理解的这种狭窄性和无知 我还一直是希望于抱希望于香港不会那么快的堕落 因为我的无知我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上千亿资产被查封 几百亿现金和股票被冻结 而且冻结是那么长时间 我们还相信香港有法律 现在人世中资产被非法查封 房子就找各种违贱理由 未来我会公布出来啊 这个过程我都会公布出来 这个资产的查封我也会公布出来 香港警察怎么抓人的我都会公布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两三年内 香港警察是怎么用黑手段来对付文贵的 对付所有这些商人的 这些天来我得到的信息 我都已经吸收 都已经消化不完了 真正的战友们 中国这个形势绝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盗国贼的野心和盗国贼的疯狂和浪漫 远远超出我们所有词所形容的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打造一个非常可信 可靠稳定的一个媒体平台 真正的把这个对盗国贼 有彻彻底底的威胁性的 让他们确确实实 对他们有核攻击能力的打击的这种料爆出来 大家很多人应该想想 过去我们爆的料 和国内的朋友说 任何一个料只要展开调查 这个王岐山孟建柱盗国贼的副令人都得被抓下 他关键他不 这就是盗国贼啊 他不是一个盗财贼 那么为什么呀 因为他盗了国 更加证明了盗国 所以我们不要天真 我们只有靠比则更加猛烈的料 和真正的科学和有效的手段 以及在关键的时候 用对了料 千万不能把爆料 被他们用战术和战略 给我们迷糊过去 比如说最近YouTube上就N个 用Miles郭的英文名 用不同的Email冒充我的名 去检举像潘晴啊还有还有小贺这些人的视频 让这些人删除 你是得多卑鄙 然后呢他们同时又这种郭文贵LIFE这个视频 每天就郭文贵什么世界大事中国大事让国内人砍 然后就这样的毁掉郭文贵的声誉 这个以假乱针啊以假灭针的这种手段 这是盗国贼的极限战的一贯用的手段 同时他们各个击破的形势 找海外的所谓的民运伟类们开始砸过这个乳锅 然后毁掉我的信誉 然后再实行大的蓝金黄 在西方的各个政府机构进行游说 广华盛顿这几天我听说最起码三四个大的PR公司 说到中国某些企业给大钱 就是说说服美国政府遣返郭文贵 郭文贵这家伙就是个大的警司反对分子 所以你看这个力量有多大 如果文贵过去的爆料对他们没有影响 他不足以花那么大精力和时间 你像吴增现在他们一系列的人的第一核心目标 就是要对付文贵和支持文贵的人 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说 所有的战友们 咱们现在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知道的和这些情况 我认为更加证明了文贵 王岐山先生当副主席这个事太好了 因为只有他这样才能让党内人相逢 盗国之说盗国贼的真相 只有这样有人才真真正正的 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安全 那才是最核心的力量 等到那一天内部的九千万党员的愤怒和威胁和恐惧爆发之日 就是我们海外所有的追求喜马拉雅的朋友们 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目标实现之时 喜马拉雅一定会实现 这些天通过我这个认真的思考的总结和制定下一步计划过程当中 我更加的坚信 我们一定会赢 该我们赢了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1月20日下午 就香港民主化问题举行听证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 由末代港英总督彭定康 1997年至2002年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如今任职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瑞哲 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过大使的马克·罗根 圣母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许田波 听证会在参议院的会议厅中举行 由行政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主持 彭定康从英国通过视频发表了他的证词 英中联合声明是个国际文件 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 香港是个国际都市 许多美国人住在那里 美国也在那里有很多利益 香港应该保持自由 他指出 中国方面说香港民主运动来自外部的干涉 是很可耻的 他回忆到 1997年英国人离开香港的时候 曾经认为中国会实践保持香港自由的允诺 他还批评说 中国利用贸易的利益来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 至于英国和美国应该如何合作来支持香港民主发展 他认为举办听证会本身就很重要 英国的议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听证 来自香港的许田波教授出示了我要真普选的标签 他说这个标签在全香港被人们广泛佩戴 他指出中国政府搞的小圈子选举违背了香港人的价值观 他还提出了特首梁振英私下收受公司款项的丑闻 自由如果没有民主的保证就会失败 而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自由而没有民主的地方 香港人的自由正在迅速的消失 许田波批评说香港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当中有大批的商人 而商人往往是与政府沆瀣一起 他认为香港应该保持其国际都市的地位 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 罗根大使在发言中专门提到 要保持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粤语广播 他还说无论如何中国反正是要责怪美国的 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坚持原则 不要求中国政府实践承诺 那才会造成不稳定 布朗参议员与史密兹众议员 数日前牵头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得到了多位议员的联署 法案提出要再次确认美国人对维护香港自由 以及民主化的承诺 在无法确认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之前 总统不得及与香港更多的优惠政策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那么…… 你看… 这么多的优惠